Zither Harp 我非常随喜 我们台湾萨家士的经班上是 他在台湾为了关怀病例与众生 部位艰苦地建立了台湾萨家师 而且我也非常随喜 一切在建设上的建设者与义工们 希望建设员们发泄充满 我们佛法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创造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的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环境 那我们就像黑暗中一样 没有办法从黑暗中脱离 这个的意思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离苦 比如说有一个病的人来说 他想要治病的话 那他一定要靠医药具足的医院和医生 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 可以有机会治病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 那没有办法治病 大家都也知道 这是我们的这个传人病 或者说这个疫情病 有些地方没有足够 医院医生 没有医药的情况下 很多病人没有办法治病 很多人死亡 所以对病人的人来说 这些医药 医生 医院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有在轮回中受苦的众生来说 学习婆法和修行婆法的环境 比如说 寺院 学院 老师 讲婆法的老师 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不可以缺少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的话 那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婆法 我们有机会去修行婆法 然后我们也有改善自己的行为 改善自己的思想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离苦的话 那这些前面讲的 这些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这里 我们台湾 萨迦世的金刚上师 确实健身 我希望 他的佛心事业 和红斩 能利益很多众生 谢谢 谢谢 谢谢